我相信 真的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中花醫院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 香酒園最厲害的 今年最新的新的品種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這個 我剛剛就嚇到了 它這個是矮牽牛 然後這個矮牽牛 可以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它叫做薰衣草泡泡 然後重點是呢 它的味道香香的 淡淡的百合香 它沒有那種 因為矮牽牛會有臭臭的味道 它完全沒有 它是很淡淡 很淡的百合香 真的很香 好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它這個花 它這個花呢 其實是有點像星空的感覺 你可以把它形成像泡泡 它的花色呢 除了底色之外呢 它會有白色的這個蘊藍 這個叫薰衣草泡泡 非常的漂亮 一顆三百塊嗎 這一顆三百五 五吋盆 一顆三百五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植物泡泡 那跟薰衣草泡泡很像 不過它沒有香味 但是它呢 就是多了一點點 麥紋是蠻明顯的 麥紋是比較明顯 那底色呢是紫色 這個叫做植物泡泡 這個都這兩個品種呢 都是薰衣草 不是 都是香酒園的專屬品種 有品種權的哦 所以別人是不能賣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個其他的都是賣場有在賣的 這個是松叢草 我記得大概四五年前剛出來的時候 一個三吋盆小盆就賣兩百三百塊 那現在這個是五吋盆 已經很大了 這個是松叢草 一顆賣兩百五十塊 非常棒的品種 很適合大家種一季的草花 那這個是毛蕊花 那這個我有看到有人可以在台灣把它做到那個過夏 它是草樹根的 那長的珠形呢是很像毛蒂黃 葉子很像 但是花不太像 它的花是細細小小的 毛蕊花 那它的花色呢是屬於這種比較復古色的哦 不是很鮮利的那一種的 很適合它來當背景 那這裡有一個叫做吊棕柳 它這個叫做 品種叫藍墊 它的顏色呢就是這種很特別的哦 像彩虹的顏色 紫色紅色交雜的哦 紫色紅色藍色交雜 它叫藍墊 好 這個叫做長壽花的一種哦 它叫公登長壽花 它的花是下垂的哦 像小燈籠一樣哦 公登長壽花 那這個呢 這個品種就是 在日本到處有的 但是在台灣很少見的哦 這個是囊巨花 那這個囊巨花 這個囊巨花品種是什麼 哦 這是粉天鵝哦 好 這個是粉天鵝 這個囊巨花的品種是粉天鵝 超可愛 粉天鵝囊巨花 好那另外呢 這一顆是他們自己的 長壽花的品種哦 已經賣完了哦 這一顆叫做葉厚 這個是展示品哦 花色非常的 漂亮哦 是深紫紅色 它葉子是這種 幾乎是將近於黑色的哦 那像這種將近於黑色的葉子 在植物界也是比較少見的哦 那整體的植柱是非常強健的哦 那前面這個呢 也是他們的新品種哦 這個品種就是它 它這種租景它花多小 它大概只有五元大小的花而已 非常非常的小哦 很適合拿來當作室內哦 它這個叫做火焰精靈哦 非常小他們自己遇的哦 這個要 350塊哦 OK 好 那這個叫做蘭劑 蘭劑呢 是我之前也比較少看到哦 它是一年生的草花 那它的花色呢 是有點漸層的哦 它裡面呢 是長這個樣子 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熊蕊跟池蕊 然後呢 是有點藍紫色 交雜的哦 那整體這樣看起來也是 非常棒 非常美 好 OK 那這個就是西班牙漁美人 很適合拿來當中井的植物哦 它的花呢 非常的飄逸 不過目前好像都卸掉了 還有一些花苞等等的打開哦 那這裡就是 楓林草 那楓林草呢 它是屬於溫帶的植物 它基本上也是屬於多年生的 那采花會當成一年生的草花 今年的品項非常非常的優秀 來看一下這個花量 這個每一朵的花量隨隨便便 也有個1000朵吧 你看 這個花量這麼驚人 然後植柱非常的健康哦 楓林花就是一種很歐洲 那種山地的感覺哦 很漂亮 捷梗柯的 楓林花 這個藍色真的很美 那這個是日本藍心花 日本藍心花的藍色是很特別的藍色 它這個藍色不太像一般自然界會有的藍色 它藍色是有一點點螢光藍 螢光藍的那種青藍色的感覺 日本藍心花 好 那另外呢 這個也是他們自己治癒的品種 這個叫做藍月 那是屬於蟲瓣的矮牽牛 這種蟲瓣有點像玫瑰的感覺 蟲瓣的矮牽牛 它是紫紫藍色的矮牽牛 很漂亮 那這個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凸尾草了 這凸尾草超多 超多 這凸尾草 凸尾草真的超可愛的 凸尾草是河本科的植物 那你可以自己採種的 如果你技術夠好 你是可以採種 然後隔年自己播種 是沒有問題 我個人是可以自己這樣做啦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買一盆回去 然後等它乾燥的時候 把它剪下來當乾燥花 然後種子採起來 隔年播種 它一樣可以長出來 但是不好種 如果你比較不會種 就來買就可以了 這凸尾草超棒的 那如果你有種在戶外 然後想要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飄逸的植物 我個人非常推薦 這個我也沒種過 這叫天池法師 非常漂亮的一個河本科的植物 重點是它這個 它這個葉片超級柔順 完全不刮手 非常好 可是比較缺點就是 它是一年生的 一年生的草 蠻可惜的 我現在種的是噴泉草 它都差很多 確實是差很多 然後這個是巧克力波斯菊 那這裡有賣 巧克力波斯菊 一顆四賣500塊 它這個品種是千葉大學育出來的 日本千葉大學育出來的 非常特別 它上面有巧克力的味道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品種 很特別的一個品種 那這一片是沒有在賣的 這片是它自己的收藏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好 這個是井菜科 井菜科的一個植物 它就是三色井那一類的 它叫做柯西加井菜 那想必就是柯西加島出來 柯西加井菜 它用的是這個桃盆 這個桃盆都超貴的 你看如果把楓林草 種在這個桃盆上面 你不覺得超美的嗎 美感超夠的 好 多的美感 好 那這一顆是北海道花仁 有點卸掉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的人種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種的食物 北海道花仁 花是很漂亮的 五瓣的花 這個也很漂亮 這一顆是白銀之舞 它葉子是這種紫粉色 然後花是這種粉紅色的 很美 好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是鴛尾花 它叫做山定場館鴛尾 很明顯的鴛尾花的特性 OK 那這個叫做荷包蛋 那這是一個井菜 香井菜類的 它這個花是有捲拌的 這其實日本超多的 日本超多的 好 那這裡有一顆德國鴛尾 但是名字不是很確定是什麼 非常非常漂亮 很像黑天的 那德國鴛尾又叫做有序鴛尾 為什麼叫有序鴛尾呢 是因為它這裡有這個構造 好 這顆感覺有一點點像黑天的那一類的 質感非常非常美 好 那這一顆是籃球級 已經開始在開花 上半部在開花了 它的花像一顆星星一樣 藍色的籃球級 好 那這個大家都很喜歡 它這個 花的這個應該是花 這是花鱷吧 上面這一坨應該是花鱷的野生物 然後變成一個球形的 這叫做白玉草 很可愛 非常非常可愛 你看像一個小章魚一樣 或者是 這個很像小章魚 你看 超像小章魚的 這叫白玉草 很可愛的一個植物 那這個香井菜 這個日本其實很多 但台灣真的很少見 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這個井菜類的植物 它叫可愛的約定 OK 哇 這一顆 這一顆呢 是我給那個 像有緣的禮物 這顆叫萊雅菊 它感覺長得很像油菜 不過它的花就是比油菜高級很多 你看外面相應的一圈白色 感覺就很漂亮 很高級 的感覺 好 這顆是蘭花車葉草 你看它這個花 這個很適合種在前景 因為它的花細細小小的 不會有太大的搶眼的感覺 但是它可以把整個空間填得很舒服 蘭花車葉草 這顆灰色漁美人 應該算是漁美人裡面的高級品種 它的花色是淺灰色的 非常灰紫色的 這裡有變花瓣掉了 花色是灰紫色的 我再放照片給大家看 那這裡有一顆囊具花 這顆叫做化妝舞會 你看它上面的這個構造物 很長 像面具一樣 這顆叫做化妝舞會 我個人很喜歡 好了 那就是以上跟各位分享這個香酒園 它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些 矮千牛 長壽花 它都是它們治癒的品種 一個品種的育成 需要花非常非常 久的時間 那如果 大家喜歡這些花的話 也歡迎來跟這個香酒園購買 大家多多支持 那以後這個 香酒園才能開得 又香又久 OK 我是愛中花一眼 如果你喜歡這樣 今天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你分享給你所有愛中花的好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拜拜